fansupermart.com 大家好,又是时候跟大家更新我们每月的投资展望 这个月份就是8月份 在这个月份其实也想跟大家去看 或者回顾我们过去一个月的投资组合表现 我想这个月份都非常值得我们去看投资组合的 因为我们看到几个投资组合的表现 其实都基本上已经回来了 另一方面其实也希望跟大家去回顾 我们在之前采取过一些比较成功的投资策略 希望在这个月份重点跟大家讲解一下 特别是在这个亚洲高股息的投资组合策略的部署 另一方面其实也希望回顾在7月初的时候 我们对不同的投资组合作出相应的一些投资组合的变动 当中包括基金转换 也包括在一个责献基金仓位 或者是一个配置方面 我们是有些看法是有改变的 也都是有相应的一些投资组合的行动 首先一开始其实也希望很快跟大家去看回 我们在这个投资组合方面的一个月 大致上组合方面的配置 或者部署的表现是做成如何 因为基本上我们看到在过去一个月来说 环球股市其实他们在整体来说 都很多不同的新闻都发生的 但大致上可以这么说 就是在这个脱欧之后 其实环球的整体 他们的风险意识或者风险委纳 已经是有一个改善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过去一个月 我们当中就是看到市场有少少一些调整 但是大致上 其实都基本上市场整体来说 风险偏好已经是回来的了 我想非常明显就是在过去一个月的表现 无论在股市或者在债市方面 这个表现是非常明显的了 一面左右全部主要的资产内 都是能够录得正数回报的 我想在特别升幅比较明显 都算是属于就是 之前或者是年初至今 其实表现相对没有那么好的股市 包括就是日本的股市 甚至乎其实我们 如果我们拿到八月份的 这个头十个交易日 都看到就是 其实中国的股市 其实都有一个挺强势的反弹 意味着就是说 之前或者今年年初至今 表现相对比较失色的市场 已经回来了 如果你用年初至今计算 那只有四个主要市场 仍然有一个负数额回报 欧洲、日本、中国H和中国A股 仍然有一个负数额回报 但相反 看到就是年初至今升幅 最为强势 当然属于新兴市场 甚至乎新兴市场 整体来说 如果用年初至今的回报 都已经比起这个发达国家 是优胜的 当中主要两个主持人 两个部分 就是欧非中东 和拉丁美洲的股市 这两个区域的股市 升幅我以为是非常惊人的 整体来说 在过去一个月 都挺意外 债券市场 其实近乎是看不到 有条顶的 不但我们看到主要的债券类别 无论是防守性 强一些的 发达国家主权的债券类别 或者是较高风险的债券类别 都看到是继续有一个升幅的 我们看到债券有得升 这个环球的股市有得升 连黄金或者其他商品类别 普遍都是做好 这个是在我们以往 面对着金融市场 或者是在金融市场来说 都比较少见 我相信唯一一个解释 就是市场上 实在是有一个过剩的流动性 有太多的钱 令到其实投资者 开始发觉 没有什么重大的负面消息来说 其实都开始令到这些手上的资金 逐步流入不同的风险资产内 尤其是在一个低息的环境 预期会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有不少的这些央行 除了美国之外 当然也采取一个宽伤的货币政策 所以迫使者 投资者其实他们手上 在市场阻挠的资金 更加就开始继续沿着 当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的情况下 继续沿着风险曲线 那里去攀爬 这个是我们过去一年 见到一个明显的趋势 这一种重点要跟大家说 首先希望解释一下 其实如果现在是投资者 或者可能是我们的一些观众 你们本身 你们可能要解我们的DPNS的表现 可能都不外途上回我们的网站 例如FSM的主页 去找回我们相关的文件 例如这一份每月的投资展望里面 当然也是有我们的投资组合的回报 另一方面 也可以上回我们的DDMS 或者我们的FSM管理组合的网站里面 在我们的网站里面 也可以选择相应的投资组合 去看近期的表现 但是这里想说一说 因为在我们的FSM管理组合的网站里面 其实目前你会见到 是中度保生人的投资组合 和保生人投资组合方面 其实他们的升幅 是相对来说 未有一个很明显的跟上 例如7月份 我们见到环球股市做好 其实这两个的部分 未有一个很显著的上远 这里要解释一下 其实在我们的网站方面 暂时数据的统计 列出了 或者统计我们组合里面的基金 他们的资本的增值 意味着说 其实我们那两个饼 例如保生人投资组合 和中度保生人的组合 他们其实是每个季度 定期是派息的 派回一个现金的利息 暂时我们那部分的现金派息 是没有塞进去计算回报的 所以其实暂时未计算到一个总回报 另一方面 就是基金方面 他们的单位再投资 其实在那里 我们暂时没有计算到的 但我们希望尽快修正 将这些回报修正 所以其实肯定 那两个投资组合 不是网站显示出来 是那么低的 回报是好很多的 所以希望大家暂时 看着我们这一份的MIO 即我们叫做一个 每一个投资展望的报告 看着你现在这一版的回报 这个当然是最真的 我相信就是 各客如果有买到 就是保生人投资组合 或者就是中度保生人投资组合 你计算回到自己的户口 你看到现在最新的投资的价值 你都会见到 那回报是好很多的 所以都不重要 我们尽快会 希望在这个月底之前 去更新一个统计系统 但是中度进取型 和平衡型的投资组合 是不受影响的 就是你去到网站 那都是一个对的回报 怎么也好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截至到7月底为止 我们五个投资组合的表现 其实都已经是好很多了 那你会见到 当中的表现出色 就是属于保生人的投资组合 和中度进取型的投资组合 那之后呢 其实都会再讲解的 我们希望 这几个投资组合的表现 会继续有改善 那应该也是会继续有改善的 因为我想一会儿我们的slides 都会再和大家解释 就是我们的风险 和制度回报的特性 其实都很明显 是会受惠 就是这个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改善的 所以尤其是我们相对 基准指数的表现 更加明显的 那目前来讲 直到7月底 我们投资组合 都是相对基准跑输 但是我想我过去每一次的 这个每月投资展望 都花了不少时间和大家来讲 那今个月再不厌其凡 去解释多次了 那因为其实 没办法 因为我们继续这些表现 我们是尽量采取一个 就是环球投资 多联化 作为一个投资的理念 所以其实我们 采取一个风险分散的组合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揀选一个基准 其实一个很合适的基准 是非常之难的 那在我们这里的例子 我们的基准 其实是三条的指数去组成的 分别就是摩根士丹利的世界指数 MSCI的新兴市场指数 和摩根大通的环球综合债件总回报指数 那很明显 其实这三个指数 未必是很能够充分 反映到我们整个饼做什么 所以其实短期来讲 是有跑输 是实属正常的 另一方面要值得去组 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资金 有一个相对基准的考输 我想是在我们 投资组合成立资金 最明显的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是在考输给这一个 的互利率 那么发达国家的债钱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么在之前的股市 其实基本上在我们的投资组合 成立以来 都有很多跌市的月份 那么每次的跌市月份 其实发达国家的债钱是非常的受惠 甚至反反弹市里面 我們那個圖表已經說了 其實發達國家的資金 都沒有一個明顯的流走的情況 錢繼續泊在富邀的產品裡面 富邀是很明顯代表著 就是發達國家的債益很貴 但是債券貴,它還可以升 對我們來說,我們建構一個投資組合 或者我們找一些值得我們投資的項目 當然富邀不是我們考慮資歷 甚至我們都是看淡這個發達國家的債券 但是它的表現實在太強勁了 所以我想現在成立至今主要跑輸 其實都是因為跑輸了給這個發達國家的主權債益的回報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富邀的環境裡面 跑輸了給這一堆不理性的債益裡面 也沒有辦法 但是我希望帶出一點就是 其實基準還基準,基準是一件事 但是最重要是希望 我們這個投資組合是希望幫助投資者中長線 建立你們的財富 這是我們希望做到的 希望在動盪的事況下 我們比起絕大部分的資產裡面 或者股票基金 跌幅會比較小,波動會比較小 但是在這個反彈市裡面 我們也是能夠掌握這個反彈 可以在升市裡面受惠 這個是我們的投資組合 希望做到的目標 所以在7月份來說其實都不算是差的 因為我們的反彈都很明顯 甚至可以給你一些數據 如果你想回到我們的 FSM本利組合的網集裡面 你去回到投資組合的版面 你會見到就是過去三個月 如果截至到8月14日 就是上個星期為止 你會見到就是我們進取營的組合 在三個月期錄得就是超過8%的升幅 中度進取營的投資組合 錄得就是超過7%的升幅 所以在這個升市的時候 我們作為一個環球多元化的配置 其實都挺能夠掌握到反彈網的 所以其實都希望帶出 我們是一個 希望提供一個比較好的 經風險調整後的回報之外 其實我們投資組合 是絕對有能力 掌握這個市場 就是捕捉市場不同的投資機遇 甚至乎是升市 在我們定期投資組合方面 值得要講一講 因為去到7月份 其實我們這個RSP portfolio 第一次買貨就是在3月15日開始 開始以來 大家都知道就是 在4月份 整個股市不太離開 4月份至5月中期間 都是一個跌市 中間也都見到 就是有絕歐的事件 令到市場大波動 但是我們的RSP portfolio 或是能夠告訴大家 就是其實你採取一個定時買入的策略 是一個非常有紀律性的原則 去作出一個平均成本法的投資 這個策略是真的有效的 因為在這麼多市況不利的情況下 其實都見到我們幾個投資組合 能夠錄取正數回報 所以3月15日首次買貨 這個時點 如果你真的要捕捉一個市場時 絕對不是一個好的時點 但是RSP portfolio 就是這個定期投資組合 正正就是它的原意 是希望投資者不要再理市場時 是希望你不要再犯上 就是一些捕捉時機上的錯誤 這個就是RSP portfolio他們的原意 所以這一次在成立至今裡面 又再真的見到這些投資的原理 或者是原則是真的有效的 那麼想說一說 就是在我們的過去 我們未開始這個FSM管理組合之前 其實我們都在網站上也有登過 或者是有介紹過我們 管理這個模擬投資組合的過去的表現 能夠反映著我們一些投資的方式 以及投資理念 以及在過去由08年至2014年 我們管理這些模擬組合的期間 這個往績是造成怎樣的 由我們過去的管理投資組合的經驗 或者就是管理這些模擬投資組合的表現 其實都可以見到的 如果你真的要和那三個的基準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MSCI的世界指數 MSCI的世界指數 就是摩根大通環球綜合債券總回報指數 做一個比較好 我們在這個跌市的時候 傾向是沒有辦法 就是會跑輸給這些基準的 尤其是你都知道 我們作為一個環球多元化的配置 當中有些單一市場 有些較高風險的債券 或者是較高風險的股票裡 我們都是有涉足投資的 所以其實你的市況不就 股市下跌 很明顯那條的債券回報指數太厲害了 就是在這些時候 是一個發達國家的主權債券指數 我相信就算跑輸也好 如果市況是改善的話 其實我們將會很顯著跑人這條債券 所以我暫時來說不擔心 另一方面如果是市況動盪 或者是下行的時候 傾向都是會比較難跑人 就是這條世界的指數 因為MSCI世界指數 其實主要是以美股為主 其次就是歐洲股市 所以你會知道這些component 美股的抗跌性 作為股票裡面來說 都是比較強的 所以其實在跌市的時候 我們傾向是會相對跑輸的 但我們有信心 正如我們的模擬投資組合 在當年其實就是在 2008年8月15號成立 當然大家都知道 一個月之後雷曼就爆煲 甚至乎10月份 是出了一個非常顯著的下召 但是我們的投資組合 到了2009年的年中 已經開始跑贏相應的基準 所以我也是說一句 基準是一樣東西 我們當然是很有信心 當市況逐步有改善的時候 我們投資組合這樣的 Risk和Return 會再度跑贏回基準 但是也是說一句 基準是一樣東西 我們希望反而投資者 聚焦回絕對的回報 絕對的表現 因為如果有基準 你說是否真的有得自己 複製的基準去買 買不到的 即是那條的責任指數 你在香港找不到 有ETF去買到的 甚至乎 ETF方面 你要買這兩個 例如是世界指數 和新興市人指數 你只是市面上 一個合成的ETF 中間它的價格 和NAV的差距 可以是很大的 所以你說是否真的可以 複製到 我買的基準 可以嗎 基準這麼厲害 是不可以的 還有我們都 完全是不會主張 這樣的投資的概念 簡單的三個類別 那麼中長線來說 我們是很有信心 是可以跑贏的基準 那麼再講一講 就是我們 FSM管理組合的作用 那麼這個圖料之前 都已經是顯示過的了 那麼再度是強調 就是我們幾個 投資組合的角色 那麼因為 我們這個投資組合 真的 不是說任何時候 都希望找到一個 最強勁的 的股市 然後就買下去 因為這個 我們叫做unconstraint的 就是一個 沒有受限制的 但是風險實在太高了 那麼都是那句 就是我們是希望 穩打穩摘 幫助投資者 中長線 累積他們的財富 這個是我們希望做到的 那麼所以你會見到 就是任何時候 其實似乎我們這個 這個股票 是會在很多不同的資產裡的中間 中間偏上這個水平 那麼上一次我們都的圖表 我想對上一次 show出來 其實五月份都好像show過出來 那麼到今個月再顯示出來 其實都是你會見到 如果我們跑輸給哪些市場 那麼拉丁美洲 東協 或者是個別單一的 一些亞洲的股票 其實我們是很可能跑輸 但是都是那句 他未必每個投資者都是很有信心 會將你很大部份的資金 壓住在這些單一市場 萬一你看錯市 那麼那個表現的後果會是怎樣呢 很可能是得不償失 所以其實我們這些多元化環球投資的 廣泛風險分散的投資組合 其實是令你任何時候 任何市況都不需要過份擔心 任何市況任何時候 我們都是處於主要的責任裡面 的一個不錯的水平 這是我們希望做到的一件事 還有在這個圖表 值得要說的 就是我們這次拿到 全球多元化資產的分落分 即是基金中的基金 F.O.F.O.F. 這裡你看到我們是拿香港市面上 十八隻最主要的 或者市面上可以買的一些主要的 以這個全球多元化資產配置 為重點的一些基金中基金 基金中基金就是分落分 主要就是買基金的一些基金 你會見到我們五個餅 都能夠跑人這十八隻分落分的平均回報 當然我們這個餅絕對不是分落分 我們和分落分也有很大的分別 但是我想說 有很多投資者 其實他可能都是希望 達至中層線累積的財富 中間他不希望受到太大的波動 例如你買單一市場 單一國家股票基金 那個波幅可能是很高的 他不希望承受這麼高的波幅 但是他很可能是會尋求 可能在平均回報分的基金 或者就是這類別的 我們叫做Global的Multi Asset 分落分 他可能是會買這些基金的 但我們見到就是市面上 這些分落分 其實他們的表現 都不是這麼標青的 甚至乎我可以這麼說是挺參加的 亦都是在我們的投資組合成立至今 即是去年8月31號成立以來 做得不是這麼好的 平均數都是2.2 所以其實都是很明顯 跑出我們投資組合的表現 這個我們是希望帶出 就是說我們的投資組合的表現 如果你用絕對的回報力 希望都真的能夠 即是我們成立以來 都暫時能夠輔標就是我們的投資的理念 或者我們的投資目標 就是中長線累積的財富 還有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我們和分合分 我們在成立組合以來 我們都發現就是有些例子 例如我們有些投資的基金的例子 未必說太過理想 我們都發覺就是他選擇基金是多不同 因為就算在我們的位置 我們是可以問很多基金經理 不同的一些最新的觀點 但是我們例如就是在9月份 我們當時看到倉位 其中一隻的股票基金 還未算是十分理想 甚至出了一個很顯著的調整 我們即時已經抓住基金經理去問 但是得出來的答案 就是基金經理對他手上的一些主要股份 是非常有信心 就是沒有考慮過因為市場的動作 考慮過任何的資產的變動 這個是我們得出來的訊息 之後我們做一個review 看看倉位的變化 原來就是他在減持一些有問題的股份 這個其實就算在我們的位置 我們是有能力去抓住基金經理去問究竟 但是很可能其實他基金經理 或者可以這麼說 因為基金公司他也是有不同的部門 可能解答我們的問題 可能是主要是一些investment specialist 或者我們叫做progress specialist 而未必是真正是基金經理的本人 所以其實投資者買的分和分 更加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究竟你知不知這隻基金 基金經理在做什麼 那是比較難的 那我們呢 或者就算你買單的基金也好 可能你壓中住的表現是很好 但是其實未必是很清楚 很了解基金經理最新的投資策略 就算我們很盡量 我們很盡量 我們很盡量 我們都會問很多不同的問題 我們都發覺就是 如果你要去避開所有的陷阱 都是有一定的困難的 但是相反 我們這個投資組合不是分或分 我們是一個組合的管理服務 我們是真的會和投資者 有一個很清晰的交代 我們究竟在做什麼 或者是投資者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直接和我們去聯絡 可以了解到我們最新現在的思路 或者是倉位上的配置 我們的投資策略是怎樣做 這個和你去買基金是很不同 我相信是投資者去買基金 你一個省會的投資者 可能發個電郵給Fundhouse Fundhouse 我想十堆其咒 都不會有人去怎樣展示你 但是你作為證 用我們這個服務 其實你不是在買一個基金 我們不是一個基金中基金 我們是真的一個服務 我們的售貨服務 我們也是很清晰和投資者的交代 你的投資組合的表現是怎樣做 我們中間有什麼倉位的變動 我們現在最適合觀點是怎樣做 每個月都有很多支援條件 這個我是希望大家去區分 就是基金和我們這個管理組合的服務 最大的分別是這一個地方 之後很快和大家去看看 就是我們過去一個月 那股票基金倉位部分 就是表現的變化 我想主要去看看 因為我們在七月份 上一個月都有和大家的交代 我們有些變動 尤其是每逢出了我們推薦基金的名單之後 或者在年中 我們通常都會再補表基金的選擇 當中也有進行過基金的援碼 所以其實七月份有回報 因為我們七月份是援碼 未必能展示出來的 但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可以展示 我們已經換了倉之後 去的累計的回報 但大致上 無論你不理會換碼也好 大致上我們看回 在股票基金的倉位裏面 在投資組合成立至今以來 都是看回亞洲的股票 這個股息股票基金 他們是繼續成為 我們投資組合或者股票的部分 一個最大的推動力 真的做得比較好的 另外就是美國這個 美股的ETF 我們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在現在的市況 尤其是股值比較高的時候 值得採取一個被動式的策略 事實上這個美股的ETF 真的跑贏了不少的 美國股票基金 另一方面 我們一個中國股票基金的倉位 就是NB中國股票基金 他的表現也是在 我們投資組合成立至今以來 跑贏了很多其他同類型的基金 他的表現也是相對比較良麗 這三個股份是帶動著 我們投資組合的表現 以下一些風險披露聲明 我們就飛過去了 去看我們的債券基金的倉位 造成怎樣 在我們債券基金的倉位 基本上你會見到 在截至到七月底為止 所有我們債券基金的持倉 全部都是正數回報 我相信第一版已經解釋過 在我們組合成立以來 或者今年年初至今 債券整體來說 的確是太陽股市 而且無論是高風險的債券 或者是低風險的債券類別 他們的表現 或者累計的回報 都真的挺亮麗的 所以其實連帶 我們這些債券基金 其實他的表現也是做得不錯的 我們在這個第二季 曾經都已經搞過很多的活動 因為當時我們真的見到 美國的高息債券的 spread 息差水平 又再重上七八個基點 我們當時又搞很多文章 又寫很多文章 去帶出這個投資主題 我們真的很看好 當時其實我們自己的倉位 即高息債券基金 仍然是有一個成立資金的同作回報 但你看到現在全部都已經變為正數回報 所以另一方面 就是剛才我們解釋過 高風險的債券類別 故之前有一個改善 但另一方面 在我們這個頂來講 多明顯 最大的主持人 都是在這個Asian Hyo邦 就是東亞聯風 這個亞洲債券及貨幣的基金 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他主要是買內房債為主 雖然說是一個亞洲的債券基金 其實他主要是買中國內房的高息債券基金 但大家都知道我們自己都有做債 我們對內房債其實是充滿信心 這個一直都是我們一個重點的倉位 另一方面就是在新興市場的債券 以及亞洲投資級的債券 亦都是有不錯的升幅 這幾隻的債券基金 亦都是成為我們的債券部分 一個主持人 接下來很快跟大家去講 就是在過去一個月 我想都成為一個其中一個投資的熱點 就是在亞洲的股票部分 其實都在過去一個月累積不少的升幅 甚至乎都是有不少的聲音 就是說資金已經是開始回流回亞洲的股市 尤其是一些高股式的股票 是有一個爆升的情況 我想在港股一堆的藍籌高牌式的股份 其實是絕對受到追捧 都已經是有一個概念 或者有一個投資表題 就是資金是否重返新興市場 或者是亞洲方面 是尋求一個較高的收益 較高的收益 不單是代表資本增值 甚至是盯著那些高股市場 但無論怎樣都好 無論是否就是 我們先不要理資金 重返新興市場和亞洲的背後 是為了甚麼 其實我們在這個亞洲股市 我們看到它的投資價值 都已經不是第一次去說 我們今年都說過幾次 幾次的時點都很準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看回我們的文章 或者我們之前的Webinar 我們這個倉位 一直都是重倉這個亞洲股票 其中我們特別是喜歡 亞洲高股息的股票基金 我們之前說過 我想在年初 我想在二月份的時候 我當時我自己還有一個Blog 我已經說過 亞洲的股市已經出現一個投資的機會 很簡單 就是用PB的Ragio 當時PBRagio 其實是一倍的水平 結果很快就看到 當時亞股已經是見底 而且有一個反彈 而之後呢 其實在五月二十號左右 不知道是五月二十五號 當時也是在我自己的文章裡面 我也是再說多一次 就是在這個亞洲的投資的價值 甚至乎Webinar 當然不用說 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同樣怎麼說呢 因為我當時解釋過 就是四分 至到五月十五號 是一個調整期 剛巧我們又看到 就是亞洲的股市 累積了升高之後 又再調整 調整完 在五月十五號至二十號 這些這樣的期間 其實當時 亞洲股市的市漲率 PBRagio 是跌到1.1倍 當時已經說過了 等同 你去看 美國的高息債券一樣 有時就越簡單 指標就越有用 在債券方面 我們看息差 息差的水平高過七八個基點 其實通常你買入並持有 都是一個很成功的策略 在亞洲股市同樣都是 每逢PB我們也看到 就是跌穿 就是一倍 這些差不多的水平 通常你買入並持有 通常都是一個很好的時點去做 所以我們當時又再有說多次 結果就看到之後 曾經歪近再有低少少的 PBRagio 但都沒有所謂 因為你看到就是 在六月份 就算是缺勾之後 都基本上 不是很受到影響的 近期的反彈 也都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我們都要再打出 這個觀點就是 我們是重視基本面的 市場率的確是一個 挺好用 挺有用的 在基本因素方面 在盈利的狀況之前 我們這張風格都不是第一次展示出來的 我們解釋過就是 似乎 股市的跌幅更高過 或者更快速過 基本面惡化的因素 每股盈利是有轉弱 但是似乎 下跌的幅度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股價已經先行反映 代表著市場 將負面因素 過分放大 甚至出現一個 比較擔心 憂慮的情緒 不真正是代表著 基本面真的這麼差 所以這個也是挺有用 因為中場市來說 往往你見到 股價和盈利的走勢 很吻合很一致 當然短期來說 可能有些位置 未必受到很多不同的因素 或者市場氣氛影響 但是中場市來說 始終都要跟隨每股盈利的走勢 似乎我們見到 年初至今 尤其是今年頭兩個月份 亞洲股市的跌幅真的很急 因為當時市場擔心 中國硬著陸 人民幣的貶值 熔斷很多負面因素 但是實際的盈利狀況 似乎還沒有那麼差 股價的跌幅是厲害很多的 這裡已經足以告訴他們 似乎不用那麼擔心 市場是過分悲觀 亞洲高股息方面 他們的反彈幅度 是零零謝零現的 其實之前我們見到 現在市面上 主要用亞洲高股息的股票 都是兩個指數 一個是MECI 另一個是納斯達克的指數 你看到兩個指數 其實之前和亞洲 這個MECI的亞洲日本 除了我們指數 代表著整體亞股的表現指數 其實走成是差不多的 但是今年以來 或者最近 尤其是在五月底開始 我們看見高股息的指數 或者是高股息的股份 是寧寧寫的 也是領象的 或者是表現就是普遍亞洲股份 代表著資金重返這個市場 尤其是高股息的股份受惠 之前我們在每個季度或每月的投資評論 我們都有寫過為何我們特別喜歡亞洲的高股息基金 因為我們覺得是對的 就是每股盈利 剛才我們上一張尺寸看到 每股盈利是真的處於一個向下的趨勢 而市場上也有幾個同樣的盤子因素 今年2016年有幾多單一的亞洲股市 我們看到是出現一個負數盈利增長 正正因為這些因素 我們覺得股值是很吸引的 但是另一方面有一個盈利向下調整的趨勢 所以我們覺得在亞洲股市方面 應該是要更加防守一些 更加保守一些 所以在這樣的市況 在這樣的文官背景下 我們覺得反而適合持有現金流比較強勁 資產負債表比較強勁 這些股份通常在歷史的時候 會做得比較好 所以正正因為這樣的觀點 近期我們倉位都挺快的 如果我們看好亞洲高股息的基金 不外乎兩個做法 或者買基金 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的投資組合 我們買的範圍 可以很寬闊 因為我們會看出出的基金 以及ETF的層面 這個跟很多其他基金中基金 是很不同的 因為我看回 包括Funberg的數據 就是18隻 剛才我們所說的 那個global multi-asset的分額分 很多 尤其是本地銀行推出的那些分額分 它只是買自己銀行的 管理的基金 非常窄的 投資的工具 是很窄的 所以你沒辦法 那些的表現一定 不是那麼好的 但我想說 其實我們的倉位是 只要我們找到合適的工具 我們可以買了ETF 但是ETF 是不是代表著好的工具呢 要了解 其實 這一隻是一個比較新成立的ETF 在它成立推出的初期 市場的流動性 還是有的 所以你會看到 它跟它自己的NAV 就是它underline Benchmark 就是它那條基準的 資產正值 是比較相近 所以這裏我們納上的基準 就是納斯達克這個 阿修高股息的指數 它的走勢比較遲 但是你會看到 開始成立 這個今年年初以來 開始這個交頭 已經有點疏落 最近那幾個月 更加不用說 所以開始令到 這個ETF 跟它underline Benchmark的表現 是有一點差距 甚至乎單人來說 價格 其實它出現一個 折讓的情況 幾明顯的 相差可以是幾大 意味著你買入去的時候 或者你買入去的價位 未必是能夠代表 基準的資產的正值 或者就是你做一個 的估值 就是你買完之後 再統計表現 那麼 幅度 的偏差 是可以很大 所以你會看到 在我們這個例子 如果我們拿回 就是我們投資組合成立 在今年 這個1月50號的低位 這樣去計算 由於近期的差距更加大 近乎 可能是沒有什麼成交 沒有什麼交代 價格不是怎麼動 所以你會看到 中間跟機長的差距 可以很大 暫時看 這未必是一個很好的資料 我會覺得在基金層面 我們似乎有更多的選擇 例如守股館那一隻 其實我們自己 一直是 主打 重倉 這個表現 這個表現 我想清清楚 都連了出來 就是 如何出息 因為我們看過去的 五個零年的表現 非常之亮麗 沒有辦法 作為一個 股票 股票類型的基金 在跌市的時候 他也是沒有辦法 也是要去填整 但是 他當然 他的抗跌性 一定強 這一堆的高息 股份 尤其是 這一隻的基金 他主要去買 就是一些 現金流比較好 資產負責表比較強勁 或者是 企業管治質素比較高的公司 所以其實他的抗跌性 是很厲害的 2011年 2015年 當其他同類型的基金 跌到悲喜的時候 其實他的跌幅 相對是沒有那麼顯著 但是升市的時候 同樣 他也是能夠 捕捉回市場的反彈 的趨勢 所以做得都真是非常之不不錯 能另一隻 我們 在這個進取役的部分 還有就是 中度進出型的特資組合 是有賣到 未來資產 亞洲 消費補助基金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地方呢 因為 我們為了好好的有效 控制 投資的風險 我們單一的基金的持倉 一般是 不超過 20% 一超過 其實我們通常 可能會用另一隻 基金去代替 對於 某些 大的配置 大類別的配置 例如在亞洲的 部分 因為我們持倉的比例 或是 是超過 20% 所以剩下的部分 我們會賣 另一隻的基金 作為一個 投資風險 分散 是很難使用的 在這個層面 對於 這個 進取型 和中度進取型 投資組合 亞洲的配置 其實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也有買過 這隻 這隻 的 亞洲 消費補助基金 你會見到 這隻基金 其實 他都 蠻重 中國 這一期 這隻 未來資產基金 都蠻受惠 但之前一段時間 尤其是成立資金 以來 其實他的表現 是相對比較失色的 因為沒辦法 剛才我們各個投票都見到 中國 的股市 年初以來 的表現 排名 是比較滯後的 其實 去到 八月份 我們才見到 無論是 港股 A股 或者 H股 才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所以近期來說 這一隻的基金 我們都是有一個 受惠的情況 但是 本身我們都是 review 他的投資價值 因為 我們發覺 尤其是我們投資組合成立以來 我們一些經驗 我們發覺 過去表現 很出色 很亮麗的基金 當然 這個客觀因素 我們是要注視的 因為 畢竟你買基金 其實都是講到底 都是買人的 但是怎樣去判斷 這個基金經理是好 其實客觀的過去往績 這些客觀的數據 是最 似乎 最有效 但是我們經驗會見到 似乎 都不是 因為有很多時候 表現過去 可能 那個零年都做得很好 但很可能會出現 一賣 他的表現就 不好 我們都做很多事 就是看看如何強化 這個步驟 例如我們發現 有些基金 如果他採取一個 買入並持有的策略 即是買入並持有的策略 他本身基金的 Turnover 的周轉率 是很低的 他不會經常去換馬 不會轉倉位 這些基金 我們發現 如果他過去的一段時間 投資 是十分之強勁的話 反而我們更加要小心 因為他們的持倉 不會怎麼變 很可能 過去幾年的聲勢 差不多已經終結了 除非有更進一步的更大利好的新聞 所以其實我們分析的基金層面 一天去到倉位的持股 或者持債券的部分 重點看問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而我們在這個債券 這個股票基金 就是未來的 亞洲消費內的股票基金 我們看到 都是有一些 不是十分之理想的情況 因為我們發現 其中一層的持股 其實都是重點 雖然沒有辦法 因為它是一個 消費的 主題的基金 但是 的確 在十大的持股 裡面 多少的股份 他們的市盈率 是屬於 幾昂貴的水平 無論我們用一個 絕對的數值 去看 或者相對 比股份 自己過去的 歷史平均水平 其實都是屬於偏貴 尤其是 一堆的中資股 或者是中資相關的概念股 都是十分之惡貴的 不然的確我們看到 為什麼這個基金 在我們的 倉位 我們的投資組合成立以來 已經不是那麼好 正正是因為 這一堆的中資股 所拖累的 這堆的中資股 你不計騰訊 其他表現 都不是好的 我想 盈利高增長 市場 很可能已經 將它 充分反映 甚至 那麼高的 估值水平 如果你沒有進一步 利好的因素 或者更強的 營運增長 時候 似乎 就很可能 已經在高估值水平 反映了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都希望 亡迷了一段時間 就是 這一輪的 港股 或者 H股 的反彈 順勢 這個基金 可以受惠多一段時間 但我們會 繼續密切留意 投資的價值 最後 看股票的 投資策略 其實基本上 沒有變動 目前 我們還是繼續 低配 美國 歐洲 甚至 歐比 總統 這三個 區域性的市場 我們都是覺得 在估值上 都是真是比較惡貴的 而在 債券的部分 其實上一次 我們都跟大家解釋過 如果你看回環球 主要的債券的類別 其實他們的食差水平 已經是低過 歷史平均水平 絕大部分 主流的債券 都是幾貴的 既然是貴的情況下 我們在債券的部分 不如 穩打穩折 暫時 買入 一些比較避險的資產 或者 穩陣一點 一些短期的 債券 去作出一個觀望的態度 尤其是 亞洲的債券 已經是 比資金越炒越貴的 可以看到 市面上 一些 最高的債券 可以投資得到的債券 都是幾貴 息率 不是那麼吸引 所以我們作為 一個資產的 配置者 希望在這個時候 作出一個 比較穩打穩擇 的部署 可能短期內 繼續會 跑輸給一些 可能是 高貨幣 或者 一些 受被就追捧的 債券 但是 我會覺得 尤其麻木 去追捧 那些 被人高追的資產 不如我們採取 一個 真是 在投資者的 角度 立場 去作出一個 商業的 配置 去買入一些 比較低風險的 類別 萬一 你真是 出現一些 市況迎轉 那麼貴的 債券 一定是首當前衝 租到拋售 那一刻的跌幅 我相信會很大 而且本身 債券倉位比較重 都是屬於 保守營 中度保守營 或者平衡營的投資者 可能那類的投資 你都無謂 爭取 那些債券方面 資本的增值 所以我相信 我們這個部署 希望可以 達至一個 比較穩打穩擇 比較優化 出來的 經過風險 整合 回報 最後 很快說多次 在上個月份 其實上個月份 我們也有說 在7月份 我們做過什麼 的部署 在股票倉位部分 我們主要是做 一些 資金轉換 基金的轉換 我們換了 新的美國 股票基金 新的日本 的股票基金 另外 我們在 進出營和中度 進出營的部分 我們希望 中國基金的配置 更加平衡 更加能夠 達至 一個風險分析的效果 所以我們也增加了 中國股票基金的部分 另一方面 在平衡營的部分 我們之前 一直 將 鄧普頓環球 總收的 責任基金 放在一個 新的責任 的配置 因為這個基金 大家都知道 在新興市場的轉換債 新興市場的企債 甚至貨幣方面 都有倉位 但是很可惜 就是因為貨幣的倉位 令到它 未能夠 好好反映到 作為新興市場債券 一個 投資的策略 所以與其 我們轉入了 純 新興市場債券的基金 另一方面 我們在 債券的部分 變動 就會比較多 主要是 集中 在 R occasion 的變動 我們上個月 或者是 剛才我們也有說到 主要的 債券的 價值 或是 投資的價值 或是息差 已經變得 不太吸引 尤其是 在亞洲的債券 我們在亞洲的債券 方面 採取一個 減持的行動 反而我們加大了 就是短期 短存續期的債券 和環球債券的配置 這個變動 適用於 平衡營 保持營 和中度保守營 另一方面 在 一隻的基金 重點要說 在 丹普頓的基金 我們亦都轉走了 在我們的 平衡營 在我們 中度保持營 和保持營 投資 我們轉換了 就是木星的獨立財源基金 希望嘗試 用一個比較靈活的 因為這隻基金 其實它投資的風格 是比較實用的 它可以買旗債 它可以買主權債 它亦都有機會 涉足 貨幣的一些策略 但是它在過去一段時間 真的做得非常之不俗 那個回顧是挺好的 所以我們希望用這隻基金 取代了策略 相似 但是 表現 是比較失色 比較令人失望的 但普頓的總世界基金 就轉換了這隻基金 所以這隻 這一個 fanswitching 是我們在7月份 對於 保持營 中度保持營 唯一的 在債券部分 基金的換話行動 其餘的行動 都是牽涉 我們對於 減少 亞洲的債券 配置的 變動 所以在這一個月份 我們的update 就到這裡 看看大家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問我 如果沒有問題 今天 多謝大家的時間 希望在下個月再見到大家 到時會繼續和大家更新 我們投資最後的表現 今天多謝大家的時間 下個月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今天多謝大家的時間 再見到大家 到時會繼續和大家 會繼續和大家的表現 今天多謝大家的時間 下個月再見 下個月再見